糟糕的婚姻可怕吗? 它不过像一所学校,你在其中经历了最专心的疼痛,最委屈的磨练, 最坚韧的忍耐,最始骨的寂寞,最无望的等待。 其实,无论是恋爱还是婚姻,最终我们要面对的都是我们自己。 今天呢,赵羽就跟大家分享一篇来自周丽媛的文章, 无论你和哪个人恋爱结婚,最终都会和自己相遇。 我们从小就被灌输这样的理念, 寻找灵魂伴侣,寻找我们人生的另一半。 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环境, 哪怕欣赏一部电视剧都在强调, 我们为了获得幸福,唯一的方法就是去寻找。 仿佛所有的教材都在说,你在没有找到你的真命天子之前, 你注定是孤独的,不完整的,只有找到那根肋骨, 你才能获得自由和爱。 我真不忍心告诉你,寻找灵魂伴侣这句话,根本就是一场骗局。 当我们总是试图从另一个人那里获得幸福, 是因为我们本身内心缺乏平静和快乐, 于是我们需要别人来改善和补充。 一旦我们遇到了那个看上去对的人, 大踏步地进入恋爱中, 我们便会不自主地渴望完整和统一, 因为我们有期待, 它可以满足我的需求。 于是,为了得到这样一个人, 我们使尽浑身的力气表现出我们最完美的那一面, 我们希望自己成为对方最理想的另一半, 存在着, 潜意识里却在否定自己真实的存在。 于是,问题来了, 你遇到的它也是这样想的。 在岁月的魔力下, 理想的伪装渐渐被撕破, 我们之前美化自己的轨迹被一件件戳穿, 在对方眼里, 我们的本来面目被暴露得无处遁形。 于是,我们对对方失望, 对自己美梦破灭痛心, 对真实的自己无比愤怒。 无论你遇到谁, 和谁结婚, 其实结果都一样。 如果你带着伴侣可以让你快乐, 让你生命圆满的期望进入婚姻, 这样的信念, 带来的一定是悲剧。 童话都是骗人的, 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, 每一个美好的故事到这里都是戛然而止。 如果两个人都带着充满梦幻的期待进入婚姻, 并执着地把这种梦幻的想法贯穿始终, 最终的结局就是分刀扬镳。 因为你在恋爱和婚姻中暴露出的问题, 最终都是你自己的问题, 这是个残酷的现实。 也就是说, 无论你和谁恋爱, 结婚, 最终都会和自己相遇。 我们这么希望另一半来圆满我们, 本质是对幸福的期待。 我只是在告诉你, 并非只有找到另一半, 你才能幸福。 你要幸福的途径, 完全取决于你自己。 也就是说, 你一直向外苦苦抓香幸福的那只手, 请将它收回到你自己的世界里。 一旦将所有的目光回到自己身上, 再经过努力, 我们才可以获得真正的圆满和幸福。 那时, 我们不在外求。 你到底要逃避什么? 现在你需要的只是勇气, 直面自己的勇气, 让自己变好的勇气。 如果我们看不见自己的脆弱和问题, 我们只会将经过我们生命中的人不断赶走, 再充满期待地迎接下一个人。 你对任何一段亲密关系的否定, 本质上都是在否定你自己。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真实的自己吧。 它根本没有我们大脑中想象得这么好, 对不对? 我们的本来面目如此的丑陋不堪。 你总是指责你的爱人样样抠门, 在两人关系上精打细算, 是因为你根本无法面对自己, 本来就是个对物质极其在意的人。 大多数关系的破裂, 是因为我们不能接受这个人生的真相。 我们本能地不愿意去承认所有的问题都是自己的, 于是我们就只能去换人, 不断地从新的完美关系中去表演完善的自己, 好让自己暂时麻痹, 陶醉于那个不真实的幻象中。 直到有一天, 相信我, 肯定会有那一天, 无论你是在恋爱还是婚姻关系中。 当你真正明白, 我们手指着对方的一切问题, 其实最终都指向我们真实的自己时, 你问问自己, 我到底要逃避什么? 我们已经习惯了在父母老师社会面前表现出我们最优秀的那一面。 事情一旦行不通, 那肯定不是我的问题。 对朋友倾诉时, 或多或少地为自己的不堪掩藏真相。 我们撒谎遮掩, 我们避重就轻, 我们寻找外遇, 我们孜孜不倦地要求对方改变。 这一切的行为都是因为我们不敢接受真实的自己。 如果一个人内在和谐, 也就没有了外在冲突。 不改变自己, 换多少个伴侣, 命运都是一样的。 据总结一下让我们亲密关系破裂的那些问题, 你敢不敢有勇气列出那些隐藏在对方的问题下面的自己的问题。 这份看见是最重要的一步, 而我们大多数人就不敢迈出这一步而已。 接下来把自己所有的问题列一张清单出来。 如果是行为和能力层面的, 比如生气时对着男友大吼大叫这样的沟通问题, 我们可以通过学习立即去改变。 但不幸的是, 大多问题都是我们根据于内心牢牢深信三十多年的信念问题。 这样的改变真的并非一朝一夕。 你需要的不仅仅是看见的勇气, 更需要勇于自我蜕变的勇气, 以及宽恕自己和他人的慈悲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